呃呦 靠腰 靠腰啊這什麼東西啊 Take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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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叫我的名字啊 Takeshi 是這邊嗎 Takeshi Takeshi 啊幹你啊 我有聽到他的聲音 我的朋友在前面呼喚著我 Takeshi 欸Takeshi 你好啊 Takeshi Takeshi 啊Takeshi 冷靜啊Takeshi 走開走開 什麼東西啦 幹嘛啦Takeshi Takeshi 不要啦 欸有車子耶 Takeshi 幹救命啊 Takeshi 救命啊 Take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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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影蠻麻辣玩這款遊戲 叫做失蹤Takeshi 你是對的 那個被遺棄的孫裝太危險了 這名字怎麼那麼長啊 喔 看起來蠻恐怖的耶 失蹤Takeshi你是對的 是一款第一人稱的恐怖喜劇遊戲 你在其中尋找一個廢棄的日本村莊 尋找你失蹤的最好的朋友 那這個遊戲它只有日文 沒有中文也沒有英文 我們這邊會使用翻譯軟體輔助一下 那這個翻譯軟體它也沒有翻譯得很完全啊 我們可能只能大概知道它的意思就好了 這所國際的大學位於東京邊緣的私立大學 每年春天都會在學校舉行 100名外國留學生和異文化交流的烤肉活動 用這個活動來吸引學生入學 去年在烤肉大會上增進了友誼 期待著明年能一起學習 我告訴他的時候 那個他是誰啊 是我的朋友還是怎樣 除了這個烤肉活動之外 我選擇這所大學的另外一個理由是 從小受父母的影響喜歡電影 畢業之後打算在國外從事電影的行業 相關的工作 但是在這個電影社的研究會上 我遇到了好朋友希爾卡 真是幸運 完全看不懂他的翻譯在翻什麼 教授 那麼今天的課程結束囉 這一週的課程終於結束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電影社的辦公室 活動室 經過你這幾天的討論之後 昨晚在家喝酒的時候 原案終於達成了 截止日期快到了 我們今天必須趕快的完成劇本 TAKESHI TAKESHI 這是誰 他應該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朋友 他說TAKESHI 你終於來啦 他的名字好像叫HIKARU 你們看他衣服上寫的 應該沒錯吧 你怎麼了 你的表情有點陰暗了 HIKARU 其實我寫劇本寫得蠻辛苦的 蠻痛苦的 你們之前已經商量過 要拍一個殺人狂在大學裡 瘋狂殺人的電影 雖然很不好意思 但好像是這樣的 劇本好像是這樣的 你知道松澤村有一個都市傳說嗎? 松澤村? 什麼? 什麼傳說? 松澤村是一個什麼 青森縣的廢棄村莊 自從1970年代以來 村民之間殺傷事件接連發生 村莊幾乎被毀滅了 但是這件事情只有在地方報紙上 被報導過一次 全國的媒體都沒有報導過這件事 明天開始我們就會松澤村實地調查吧 這樣的廢棄村莊太奇怪了 在這個時代沒有任何情報流出來 絕對是很可疑的 說實話真的太恐怖了 我不想去 但是我得想辦法找個理由拒絕他 我會把松澤村的報導發給你 作為參考資料好好的看一下 一週後我們再聯絡吧 5日過後 Takeshi被發現死在了現場 星期三的時候你沒有得到任何消息 你學校電影研究會的成員好像都聯絡不上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什麼 Hikaru 還是誰 我忘記他的名字了 他也沒有去上課 你昨天和當地的警察聊了一下 說你的朋友在松澤村失蹤了 然後那個警察像是在隱藏什麼樣 被打斷了我的對話 你的朋友去松澤村已經5天了 你有一點擔心他被罪惡感壓垮了 可能是因為我沒有陪這個朋友去吧 最重要的是我只想向我的好朋友道歉 因為我騙他說我要去什麼便利商店打工 所以沒有陪他去松澤村 沒有辦法了 我們今天就要準備去松澤村尋找我們的朋友 我好像有看到跑步的按鍵 完蛋了 這遊戲是有一個追逐站的 開心 我可以坐巴士到 臨近的小鎮 我們已經走了4個小時以上了 這裡非常非常恐怖啊 遊戲開始了嗎 沒錯遊戲正式開始了 所以這條路就是去往松澤村的小路對不對 沒有問題 我們直接出發 我們會有一台新聞的採訪車啊 這是我朋友開過來的嗎 是從未見過的海外電視台的採訪車 看起來這個車沒什麼東西可以調查的 我怎麼感覺畫面卡卡的 前面有鬼是不是 你好 我們已經到松澤村了 阿不是說廢棄了欸老哥怎麼會有電燈 連路燈都是正常的啊 對啊 看起來完全不像廢棄的村莊啊 為什麼 有沒有人 Hikaru你在這裡嗎 不要再躲了出來 好不好 趕緊出來 這個地方格局超亂的耶 好像迷宮一樣 難怪會廢棄啊 大家都找不到回家的路 有小烏鴉的聲音 這裡我們需要 門緊閉著 我們應該是要找到鑰匙之類的 上面寫著 危險 沒有關係者 請勿進入 有門可以開耶 現箱 這裡有燒箱 箱不能撿 那我要再一個一個 一個照片 為什麼他們身上都有那個奇怪的點點啊 密集恐懼症喔 他們看上去的樣子非常的疼痛 好像是大學生吧 有些大學生身上長滿的奇怪的東西啊 然後就數掉了 下面那一包 非常非常的小 好不好 大概目測只有5公分喔 確實是有點可憐啊 好不好 欸 這邊寫著2耶 黃色的2 不會是要開始找密碼了吧 看起來是這樣 我們先記一下 黃色是2 然後繼續在這個廢村裡面 瞎逛 這個鑰匙孔壞掉了是吧 好啊 沒有關係 廢棄的村莊鑰匙孔壞掉也是正常 這什麼 欸 這是我朋友的包包嗎 它好像是那個耶 Hikaru杯的包包耶 第一天 我們終於到達了松澤村 我們本來中午以前就會到的 但是直到了下午3點才到 所以決定今天在這裡用睡袋 度過一夜 如果Takeshi也來就好了 我的朋友很想我啊 兩天之內我要拍攝一個最棒的電影 第二天我們強行穿過了什麼 什麼道路 我們在紅色的氣體 裡面待了3個小時 紅色氣體是我們昨天玩的那個POPP平台是不是 忽然感受到了強烈的寒冷 我們回到了這裡 在松澤村的第三天 身體出現了一些奇怪的變化 可能是因為高燒的關係 眼睛看不太到了 奇怪的是並沒有流出任何一滴汗 刺耳的耳鳴也一直持續著 感覺身體快爆炸了 即使閉上眼睛還是會出現那些什麼斑點 他這個斑點應該是我們剛看到這個照片上 出現在人身上的吧 有個奇怪的病啊好不好 OK 我們查看完Hikaru的背包了 看起來Hikaru同學是死在這邊了 這裡有一個紫色的7 紫色的7跟黃色的2 這裡還有一間房間 骨灰潭 沒事 還有報紙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耶 喔 綠色的0 綠0 紫7 黃2 啊這裡有個密碼啦 看起來我們是要在這個 這個空間找到所有密碼 然後來這邊開門 就跟我剛猜測的一模一樣 打不開 唉唷樓梯耶 這裡也被鎖起來了 門緊閉著 門緊閉著 好 謝謝 謝謝你 唉唷 要嚇我一跳耶 他好像說什麼 感覺那個不是一個人 是嗎 看起來蠻像人的 他往這邊跑 欸不對 我們應該是要去他剛離開的地方 嗯? 這裡是一開始的門口啊 對啊他從門口跑進來耶 還是那是Hikaru啊 我沒有仔細看他的樣子 Hikaru不要在鬧啦Hikaru 在那邊耍白癡是不是 蛤? Hikaru拉了一坨BanBan 人的大便 還沒有乾 感覺像是剛剛才出現的 令人噁心的味道 還有氣味 可以吃嗎? 好看起來是沒有辦法吃啊 不要亂講話 欸我找不到路啊Hikaru 跟我講一下密碼好不好 對啊這邊是2啊 看過啦 欸? 剛剛打不開的這間門 打開了 這是什麼 有一個鍋子 所以這裡應該也會有最後一個密碼 仔細的看一下 開門 蛤? 有個奇怪的女人墜樓了 沒關係 不管我的事 反正等一下出去應該會看到她 沒有啊 我沒有看到什麼密碼啊 奇怪 喔這邊 有一個祭壇 沒有東西可以點 啊密碼勒 請問一下老哥哥 密碼勒 嗯? 打開了 打開了 這邊很突然就去打開了 所以密碼在這 哎呦 滿地都是死掉的烏鴉 這裡 沒有東西 有一本書 緊急報告 村裡的殺傷事件 越來越多了 村民的身體出現了一些異常 無法收拾 沒有辦法控制 早期的症狀 身體中會出現一些紅色的疹子 之後會出現像感冒一樣的發燒 還有感到寒冷的症狀 但是那一般的感冒不同 不管穿多少衣服和水都排不出來 這種症狀出現一天之後 視力和感官器官都會下降 但是症狀出現兩天之後 一切都恢復了 從床上醒來之後 開始不分差別的襲擊村民 他們已經不能稱呼為人了 看起來已經死了 享受著殺戮 只要被他聽到還是 繞到他後面一定的範圍就會被發現 感覺有那種第六感 OK 昨天報告了五名死者 其中兩個人互相殺死了對方 希望有一天這個事態可以平息 會被發現我們寫的這個文章 松澤村的村長留下來了 為了不讓不了解情況的人進入村子 我們設下了一個密碼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黃綠青 然後最後一個不知道什麼顏色 藍色是2啦 所以是2027對不對 2027 好的 我們可以回去了 2027 不是啦 我記錯了啦 綠黃青粉 所以是0227 對 開了 好棒 欸 沒事 什麼東西耶 他們在笑耶 所以這個是整人節目嗎 蛤 這是整人節目是不是 他們在整我啊老個 這個女的長得也太可愛 可愛 還拿了攝影機耶 超白癡的 哈哈哈哈 這個女人有病 身上的衣服都破了 好 他有病 這是Hikaru嗎 這個是剛剛那個大便的啦 他的肚子很痛 隨便大便的小男孩 啊這個咧 這個是電視台的導演是不是 啊哈你嚇壞了呢 所以剛剛那個從窗外掉下來 就是旁邊那個女生嘛 然後從門前面跑過去了 就是旁邊那個大便的 喔 喔 沒有啦 他們是來拍攝那個都市傳說的啦 然後我是來找朋友的 然後 欸 就這樣 反正我們趕快進去吧 從剛起發生的奇怪現象 似乎是那個電視台的員工 所以我們不需要太擔心 好的 那我要進去找我的朋友了 朋友你在哪裡啊朋友 我來揍你囉 什麼聲音 啊有人死掉了 然後前面有那個紅色的煙霧耶 我們趕快過去 發生了什麼事 這不會還有迷宮吧 有血跡 嗯 他說這些紅色的煙霧讓大家都變得很奇怪 然後好像政府也知情耶 所以政府把這個地方封閉了 完全明白了 那我們要怎麼進去 嗯 他這邊被擋起來 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進去啊 有了 我們開始越來越接近煙霧了 哇靠 剛那些記者死掉了 翻白眼死得非常非常安詳 然後這個腳是怎樣啊 這個腳被扭了一圈耶 全部都死不瞑目 然後身體 詭異的扭曲 這個煙霧我要怎麼下去 還是我不用下去 撿他的攝影機 欸不對啊 啊那個男生勒 那個拉肚子的男生不見了 死狀非常非常的詭異 好棒開心 欸 靠腰啊 靠腰啊 這什麼東西啊 TAKE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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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叫我的名字啊 TAKESHI 是這邊嗎 TAKE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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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跑到一半 這個樹倒掉了 把我的朋友壓死在了對面 沒有啦 他的皮膚全部都長滿了斑紋 而且他叫我的名字耶 所以他是我們的朋友 TAKESHI 他已經變成了怪物 完蛋了怎麼辦 沒有辦法 活著的人還是要繼續前進 死掉的就已經死了 欸 我有聽到他的聲音 我的朋友在前面呼喚著我 TAKESHI 欸 TAKESHI 你好啊 TAKESHI TAKESHI 冷靜啊 TAKESHI 走開走開 欸 這邊是不是死路 這邊是死路 TAKE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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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配音好噁心喔 TAKE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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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告示牌耶 我們跟著告示牌走 TAKE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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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消失了 好我懂了啦 反正他追追就會追丟 那我們也不用太緊張好不好 就一直跑就好了 只要我的體力是無限的 你就抓不到我 厲害吧 欸他給死 他給死 他給死 他給死了 他給死死了 他給死 他給死 去死啦 他給死 欸怎麼追不停啊老哥 你有病是不是 你有病的話你要講 對他告示牌子的這個方向啊 唉唷 他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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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多條路啊 到底走哪裡啊 一家路 不要追啦一家路 我們是好朋友 不要這樣好不好 大家不要互相傷害 欸 這什麼 等一下啦 唉唷好像需要鑰匙耶 哭啊 我不會在這裡要找密碼吧 完了 看起來有一個隧道的地方好像需要密碼或是鑰匙之類的 我要怎麼找 我到現在一個都沒找到 哭了 唉真的哭了 這個HIKARU 什麼東西啊HIKARU 不要鬧了啊HIKARU 我怎麼繞回來了 HIK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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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我的朋友真的很想我喔 你看 叫得這麼淒慘 不是啊我找不到東西啊 有密碼嗎 你們有看到任何像是密碼的東西嗎 我找不到 我迷路了 欸怎麼辦 不知道 哈哈 欸唷 HIK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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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示牌顯示這邊 問題是我根本找不到 HIKARU HIKARU 在哪裡啊 沒有告示牌啊 HIK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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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去隧道 冷靜 好不好 到了到了 Hik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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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Hikaru 好 抱歉了 Hikaru 已經死掉了 就給我乖乖待在那個奇怪的地方 我要回去找我的女朋友了 雖然我沒有 高哥離席囉 Hikaru 那這條隧道怎麼走 什麼東西啦 幹嘛啦 Hikaru 不要啦 有車子耶 救命啦 救命啦 有好心人耶 這個不是那個大便的嗎 大便男說 你沒事吧 今天發生的事情真的很可怕 我覺得你的臉更可怕 你不懂英文我很擔心你 可是這個遊戲是日文耶 我比較擔心日文 你得救了 沒事啦 能趕上真的太好了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你可以安心了 沉默了一段時間 他待在看著窗外 是美麗的景色 但是車外 床來的腳不深 我覺得害怕和興奮的睡不著 但是 我在床上還是睡著了 一個月之後 過了很久 我的朋友 Hikaru還是沒有聯絡到我 當然在大學裡面也沒有看到他 你不能抹去那一天的都市傳說 那個恐怖的感覺之類的 你把Hikaru的事情告訴了警察 但是沒有和他商量 簡單來說就是我朋友還是失蹤了啦 所以標題的失蹤就是 Hikaru 啊我自己活著回來了 但是我知道那個松澤村的傳說一定是真的 有人按了我家門鈴 是Hikaru嗎 感覺就是Hikaru耶 你的媽媽沒有事前聯絡過你 所以應該不是我媽 是Hikaru Takeshi Takeshi 誰啊 點點點 啊原來是那個放屁男 等一下啊 那個男生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啊 啊反正Takeshi就是失蹤了嘛 然後身上長滿那個奇怪的病 OK了解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蠻短的 可是挺有趣 然後被那個Hikaru追的時候 他一直在後面喊 Takeshi Takeshi 說實在的還蠻刺激的蠻有趣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失蹤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別忘了點讚訂閱我的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